那时候音乐团下的时候你有下一条吗 还好 就是 呃 还好耶 起立蹲下可以吗 没有问题 真的吗 来来来 现场表演一下 做半套 旁白哥抱抱 安西亚打太极拳 不得罪中世福 纳豆健康负 起立蹲下只做半套 大家好我是阿KEN 大家好我是焦立东 嗯 很闹耶 安西亚干嘛玩纳豆啦 是说纳豆中风后回归主持 一切还好吧 我很开心 这个节目就是一直在这边 然后阿KEN 安西亚 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全部人为你一个人服务 谢谢大家 没有啦 真的谢谢大家 都一直都在 那回诊的状况 还有在 完成吗 有有有 三个月都要检查 重新检查一次 他都有在复健啊 什么 对 各方面 可以吗 都现在身体什么 都可以啦 对啊 起立蹲下可以吗 没有问题 真的吗 来来来 现场表演一下 做半套 日前安西亚到台中 参演国庆晚会 神情慌张 巧未止时 歌曲前奏突然杀出 他措手不及 一旦一个华丽转身 就进入表演状态 该片段被网友 狂赞专业 也凸显了主办方不专业 风口浪尖的他 面对这题 也算某种程度的专业 在国庆晚会的表演 大家都说你很敬业 很什么 很敬业 呃 就是我每一次表演 都希望可以跟粉丝互动啊 但是看到现场蛮多人 所以我很享受舞台的表演 就是投入在音乐里面 如果觉得现场主办单会 就是比较安排上有点困惑 呃 就是在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开心 现场蛮多人的 那好像说舞台有前后 然后有点不知道要哪边 你那时候上次的时候 有觉得吓一跳吗 嗯 前面就有沟通好了 嗯 嗯 但是不会怎么样吧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四面八方 都是我们的观众 嗯 OK的 真的 台上台下 就是都一样 啊 啊 是这样啊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好 哎呦 真的不能从女明星嘴里 得到合情合理的答案 你就别再苦苦追问 那时候音乐团下的时候 你有下一条吗 还好 就是 呃 还好耶 三立娱乐新闻 感情您说废话 还受过专业训练 报导 他的手 who 你 advertising 品行 诚 可以 好好 啊 靳 инт